很多佛教徒虽然懂得不少佛教理论 甚至还学过五步大论中观、英明、晦度等深奥的佛法精华论著 但因为修行的问题没有解决 所以无法处理好生活中出现的各种矛盾 无法将学到的佛教理念落实应用到生活当中 时常被生活中千奇百怪的难题弄得焦头烂额 按理来说 修行人与普通人解决问题的方法应该是不一样的 但因为我们的学佛往往停留在字面上的理解 修行却没有跟上 所以只有听经文法的福德 而不会有实际的效果 面对生活的重重压力时 也与非佛教徒毫无两样 在这一点上 我们都需要进步、需要成长 如何面对痛苦 六道轮回处处皆是痛苦 不是苦苦就变苦 不是变苦就是行苦 尤其是末法时代 更是离不开痛苦 尽管所有生命都不愿意接受痛苦 但不管愿不愿意 所有的生命都要面对痛苦 谁都无法逃避 世人没有面对痛苦的方法 所以渴望幸福 害怕痛苦 包括动物也一样都希望不愉快的事情早点过去 幸福快快来临 在这样的期盼中 一生就这样蹉跎过去了 修行人也会面临痛苦和幸福这两种境遇 如何把幸福 尤其是痛苦 转变成修行的助缘、顺缘 就显得非常重要 如果没有正确的方法 痛苦和幸福就会变成修行的障碍 这样不但修行没有进步 连正常的生活都会受影响 在面对痛苦时 如果能以正知正见去对质 痛苦就不一定有害 凡之 如果没有正知正见 痛苦就会让我们心烦意乱焦躁不安 甚至走上绝路 我曾经写过卖棚人剥切的一个病苦 转为道用的修法剑灰灯之光 但我们面对的不仅是病苦 而是现实生活当中各种各样的痛苦 该怎么样去面对呢 此处我不是凭自己的经验 而是根据以前的高僧大德们丰富的修行经验 教言与证悟 来为读者做简单的引导 面对痛苦的方法 可分为四个阶段 一 认定什么是痛苦 二 确定痛苦的来源 三 战胜痛苦 四 解决痛苦的方法 一 什么是痛苦 从佛教的观点简单地说 痛苦不是物质 也不是任何物质的运动 而是精神的一种特殊感受 感受是属于精神领域特有的东西 钢筋 水 泥 砖头 玻璃等物质不会有感受 既不会感到痛苦 也不会感到幸福 人死了以后 尸体也和石头 砖头一样 在接触外界的任何东西地 水 火 风 石 都不会有反应 因为它没有玉石 所以感觉不到任何痛苦或幸福 精神可分为两种 一种叫做分别精神 也即分别念 另一种叫做无分别精神 也即无分别念 眼而临时而深的感受 只有感受没有思维 所以叫无分别念 当我们生病的时候 不管我们的意识怎么样下 身体却能纷纷明明地感受到一种强烈的痛苦 这就是无分别念 当看到听到一个东西的时候 以第六意识去思维分析对境的好坏与否 就叫做分别念 第六十所感觉到的痛苦 就叫做分别念的痛苦 二 痛苦的来源 因为痛苦或者快乐产生时 能检测到大脑某个部位的脑波会有所变化 所以有些人认为痛苦与快乐是大脑活动的产物 其实并非如此 大脑只是一种工具而已 亦是依靠大脑可以辨别感受外面的东西 但痛苦与快乐本身却不是由大脑产生的 风学经典中多次探讨并论证过 痛苦来自于我执获执着 这是从另一个角度讲的 此处的结论是 痛苦和幸福的产生不是来自于外界 而是与我们自己的观点 习气或习惯有着密切的关系 所有的痛苦都是我们自己的执着创造的 无分别时的痛苦多半与我们的意识没有太大关系 但修行能力达到一定水平的时候 也可以转变无分别时的痛苦 但目前我们要转变的 是第六意识的痛苦 也即分别时的痛苦 譬如 当我们开着一辆昂贵的名车时 也许会觉得很有面子 很了不起 傲慢当中夹杂着轻飘飘的快乐 这种快乐就来自于第六意识 从无分别时的感觉而言 开名车与开好一点的普通车 不会有那么大的差别 但第六时却觉得非常不一样 同样 当我们穿名牌衣服时 也会有满足快乐 洋洋的意的感觉 这也不是名牌衣服创造的 而是我们的意识创造的 因为从无分别时的角度来看 质量好一点的衣服 与名牌衣服的触觉是一样的 如果一个人不懂得辨别牌子的真假 另一个人拿一件普通衣服给他穿 并告诉他那是世界顶级名牌 他也一样会产生满足快乐的感觉 当有一天 我们失去了名车 穿不起名牌 或当我们发现邻居有更好的房子 车子时 痛苦又开始萌生了 虽然我们仍然有一副穿 不会挨动瘦了 无分别时已经满足了 但分别时却会觉得丢人现眼 低人意等 可见 这些感觉都是第六意识创造的 虽然佛陀不否定物质生活 也可以带来一部分幸福 世上有少量表面的幸福 也来自于外界 幸福与痛苦 并不是与外界完全没有关系 但却不是最主要的关系 幸福本身并非来自外界 而是来自内心 要想获得幸福 只有往内心去寻找 要真正解决痛苦 也只有往内心寻找解决方法 所以 我们不能迷迷糊糊地做着金钱 能带来所有幸福的美梦 因为金钱不能带来所有的幸福 启蒙运动时代的代表人物 法国思想家福尔泰 机械为物主义者 拉梅克利在内的很多西方哲学家都认为 痛苦与快乐来自于外界 幸福不可能从内心产生 要寻找追求幸福 一定要在外界去寻找 因此 西方人长时以来 一直鼓励人们往外追求幸福 寻找快乐 一般人本来就误以为 幸福快乐来自于外界 再加上这些学者们的大肆鼓吹 所以在西方工业革命以后的几百年中 大家都拼命往外去追求幸福 但众所周知 尽管今年来西方发达国家的国民收入越来越高 但幸福指数却越来越低 到了今天 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感觉到 这种追求是错的 一切的努力可以说已经走向失败了 福教的精神导师们一再告诉我们 内心不要太脆弱 内心脆弱的人 更容易产生痛苦 什么叫做内心脆弱 什么样的人会内心脆弱呢 坚强和脆弱也许与遗传也有一点关系 有些人生来就比较坚强 有些人先天就比较脆弱 但绝大多数于环境 教育背景以及自己的习惯有很大关系 从小生长在富裕家庭当中 然后又在贵族学校读书出来的人 相对来说精神比较脆弱 因为精神脆弱 所以在任何问题上都很计较 很挑剔 养成这样的习惯以后 会越来越严重 以致发展到对任何人 任何事和任何环境 都产生强烈反感 所有东西都看不顺眼 找不到真正的满足感 最后的结果 是觉得生活没有意义 没有乐趣 最终可能会走上极端的路 所以 我们要学得坚强一些 不要让痛苦轻而易举的就在心里生气 总而言之 痛苦的主要来源 就是自己的执着 三 战胜痛苦 此处所谓的战胜痛苦 并不是彻底断除痛苦的根源 从此以后再也不发生类似的痛苦 只有最后解脱的时候 才可以达到这样的目标 就目前而言 用修行的方法把痛苦转为 若不解决这个心病 就会一直握在心里 让自己很痛苦 为了解决这个痛苦 他就可能会去打人杀人 最终实际上并没有战胜痛苦 只有名副其实的修行人 才不会受到痛苦的影响 才能真正的战胜痛苦 四 解决痛苦的方法 我也了解过一点心理学的治疗方法 我个人认为 虽然那些方法对有些人有帮助 可以让当事人暂时轻松一点 但终归是临时性的帮助 而不是行之有效且一劳有益的办法 有一位心理医生说 有人因为婚姻问题而痛苦时 他会告诉当事人 想象把对方装在一个箱子或口袋里 官员上锁以后 从十几层楼上的窗户扔出去 然后想象这个人再也没有了 从这个世界 从自己的生活中消失了 这样心理也就比较容易离开对方 放下对方 在出问题时 又顾忌重施 这个办法虽然看起来很好笑 但对有些人还是有一点缓冲高压的作用 却不能解决根本问题 凡夫总是这样 每当遇到痛苦时 第一个反应 是想把外在世界的痛苦连根拔掉 但对凡夫而言 有些东西是无法推翻和断除起根源的 只有病来降党 使来突厌 用卓有成效的不同方法去面对 夫教解决痛苦的方法 可以分为两种 一是从世俗地的角度来解决 二是从圣意地的角度来解决 一是俗地的方法 当遇到痛苦 自己做错事或失去执着之物等等的时候 应该从两个角度去考虑 第一通过修行 减轻痛苦 第二 也是更重要的 是将痛苦转为盗用 一制止消除或减轻不愿意接受痛苦的心态 应当思维 我这样痛苦不但于事无补 而且伤心痛苦也是有害身心的 轮回当中肯定会有很多痛苦等待着我们 每个凡夫的命运都大同小异都有生老病死 所有人终究都会死掉 怎么样死去 谁都说不清楚 父母可能会离开我们 婚姻家庭感情金钱工作上也会出现一系列的问题 遇到痛苦的时候 如果始终都是拒绝抵抗逃避 不敢面对不敢承受 只能说明我们的抗压能力很差 内心不堪一击 因为内心非常脆弱 无法面对和接受痛苦 出于本能而习惯性的逃避痛苦 时间长了 我们的内心只会越来越脆弱 任何问题都斤斤计较挑三减四 外在环境再好都没用 什么都看不顺眼 长此以往 只会导致内心越来越容易受到伤害 没有任何东西让自己感到幸福 这样给我们带来的创伤更大 最终肯定会在痛苦面前倒下 使自己成为最大的受害者 而没有任何益处 所以我们现在就要做好充分的准备 在没有遇到问题之前 一定要锻炼自己的心智 否则即使理论上知道痛苦和幸福来自内心 但关键时候却用不上 不同的人看相同的问题 结果也不一样 这也与当事人的内心有着很大关联 一般来说 凡夫的内心脆弱一感 而圣者的内心却非常坚强 譬如说 在佛陀即将元祭时候 周围有很多阿罗汉和修行人围绕着 虽然大家都知道释迦牟尼佛要元祭了 自己将失去一位伟大且不可多得的导师 但所有在场的阿罗汉都很平静 唯有阿南因为没有证悟 只是凡夫 所以在释迦牟尼佛床脚哭哭啼 悲痛异常 阿罗汉们并不是不恭敬佛 但因为他们已经证悟了空性 所以超越了痛苦 综上所述 痛苦不一定是痛苦 幸福也并不一定是幸福 关键在于怎么去看待 最好是通过打坐的方式静下来去思维 而不是边工作边走路边想 比如说 当自己失去某个心爱之人或物 感到痛不欲生的时候 就打坐去思维 失去的东西能不能恢复呢 如果能恢复 那就不需要像现在这样伤心欲绝 只需恢复还原就可以 如果永远都不可能恢复如初 那我就只能面对接受这个现实 也许刚开始没有效果 甚至宁可痛苦难受 也不愿意这样去想 但只要坚持 慢慢就会想通这个问题 失去心爱的人或物 是轮回中必定面临的自然规律 不仅我一个 所有人都将会有这样的一天 只是时间的早晚而已 痛苦只能折磨自己 对自己的生活工作 修行各方面都有很大的负面影响 通过反反复复的思维 就能说服自己 虽然这些方法比较简单 但若能真正运用到生活当中 是非常有帮助的 大家都应该去试试 若能依靠这个简单的方法 去面对痛苦 就能闯过一个个的难关 之后就会发现 不但再大的痛苦 自己都能顶得住 而且痛苦也可以不再是痛苦 其自身也有很多优点 它的正面作用 要比负面作用多得多 就像有些治疗手段 虽然让病人很难忍受 但治疗结果却出奇的有效一样 所以不能习惯于抗拒痛苦 而要学会面对痛苦 但是 在修四个对之力的时候 却不能这样得过且过 而是要对过去的罪业 深深地感到后悔 并对罪业的苦果 升起极大的不畏之情 对罪业越有后悔心 清静的能力就越强 世间人也许会不理解 为什么要接受痛苦呢 正因为如此 他们永远也不会得到 真正的幸福 佛经中讲过这样一个故事 有一个人在当国王的时候 过着豪华奢靡的生活 因为没有忍受过一点不舒服 所以在铺了十八层 各种丝绸床单的下面 有一粒豌豆 他都能感觉到 并且不能忍受 后来他不但失去了王位 而且一贫如洗 过着贫苦窘困的生活 只好到山上砍缠维持生计 因为连一件上衣都没有 他只能光着膀子被柴 天长日久下来 他不但丝毫感觉不到痛苦 还觉得很正常 虽然这只是个故事 但现实生活中也有类似的例子 如果遇到一个痛苦时 不去消极的抗拒 而是勇敢的面对 过了这一关 下次遇到类似痛苦的时候 就可以坦然平静的接受 这就是战胜了这个痛苦 自己也就是这次与痛苦较量的胜利者 这样长辞以往 就可以增强自己的心力 战胜所有的痛苦 而对痛苦发起欢喜心 勇敢的面对接受痛苦 化痛苦为修行的助援 若能掌握内心的好命 一旦遇到痛苦 不但能勇敢 坦然地面对痛苦 还会因为懂得痛苦和幸福 是难得的修行机会 而生起欢喜心 世间常听到一句话 化背痛为力量 把伤心、难过、背痛 甚至痛不欲生的情绪 都转化为修行路上前进的动力 如何转化呢? 有七种修法 一化背痛为出离心 这个修法的原理是 把痛苦和出离心融合在一起修持 就可以把背痛欲绝的痛苦 转化为出离心 而且效果非同寻常 修法有两种 一打坐观修 二出坐以后的思维 打坐的修法 先以披鲁七法做事 坐在禅殿上 然后一次修皈依 发菩提心开灼气 祈祷上师三宝化光浓入自心 之后开始思维 轮回当中不可能没有痛苦 所有众生都一样会有痛苦 上至国家总统 高官富豪 下至平民百姓 小偷乞丐 乃至文艺等小生灵 都有痛苦 遇到痛苦的时候 金钱全力都无法解决 唯一的方法 就是把痛苦转化为道用 给我造成痛苦的 就是我自己的执着 对任何东西有执着 它一定会给我们带来痛苦 所以佛经上一再告诫我们 要放下 放下就是不执着 只要不执着 就不会痛苦 佛陀告诉我们 因缘产生了世间的一切 痛苦与快乐的缘 是客观因素 因 是我自己的执着 比如说 上一世或在上一世造成的善业或罪业 都是让我们流转轮回的因缘 即使是阿罗汉 此生也有很多过去的业没有消禁 若能断除执着 过去的因就无法成熟 就像种田 即使有了种子这个因 但如果没有潮湿温度阳光等元 也没办法发芽 我们过去的善乐 就像一粒种子 如果没有执着 也没办法成熟 佛陀告诉我们 万事万物是无常有漏通苦空性的 不值得我们去执着 若能通过修行 体会到佛说的这些道理 就能放下执着 远离痛苦 获得解脱 在轮回这么一个恶劣的环境当中 一切都是变化莫测 不由自主的 包括我自己的内心 也一点都不自由 贪心称心愚昧 嫉妒 方案等烦恼会让我心烦意乱 不得解脱 没有自由的人一定会跟着外境的变化而变化 这很正常 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 如果我能像佛菩萨和巴罗汉那样 不随外界的变化而变化 始终保持如如不动 平稳悠然的心态该多好啊 遇到这样的痛苦 也不是第一次经历了 在无始以来的轮回中 我肯定经历过成千上万次类似的痛苦 甚至还有过更大的痛苦 在没有得到一地菩萨的果位之前 所有凡复不仅曾经有很多痛苦 未来还会面临更多更残忍的痛苦 但我到现在还没有厌倦这个世界和轮回 还没有出离心 还希望在轮回中得到幸福 我真是愚昧透顶唇不可及 尽管对我自己而言 这次经历的痛苦是巨大的痛苦 但与地狱 旁生 革鬼的痛苦相比 我这个痛苦根本不算什么 如果这点痛苦都无法接受 以后又如何去面对地狱 旁生 革鬼的痛苦呢 如此看来 除了修行与解脱以外 世上任何东西金钱 名声 地位 婚姻 家庭 感情等等的一切 都是暂时的 没有意义 我一定要好好修行 追求解脱 如果再不修行 后果是非常可怕的 这就是出离心 出坐以后的思维 当我们遇到痛苦的时候 走路 坐车等随时随地 都可以思维上述的内容 这样观修之后 就能把痛苦转化为 修行道路上前进的动力 这也称为化痛苦为道右 这个修法可以起到两个作用 第一是通过思维 可以平静地接受痛苦 第二 不仅能接受痛苦 还能把痛苦转化为道右 变成修出离心的动力 修出离心菩提心 就是断除执着的有效方法 一定要有针对性的处理事情 要将一切矛头的焦点对准执着 将执着彻底斩除 没有针对性的烧香 拜佛念经等善法虽然好 但不能彻底解决问题 这一点非常关键 就像有些专修断法古萨里的人 会故意去到一些鬼神出墓的地方 砍断树木 破坏神山 以积木山神鬼魅等等 之后就会出现打雷 刮风等各种各样的恐怖景象 因为能感觉到鬼神的存在 所以此时我只会特别明显 即使是平时胆大包天的人 也会吓得魂不附体 这次我逃不掉了 只有死了 怎么办啊 当这个想法出来的时候 立刻观修波尔波罗蜜多的断心修法 效果会出奇的好 同样 遇到巨大痛苦的时候修出离心 与没有痛苦的时候修出离心 前者的效果要好得多 常听到有人说 这种痛苦为什么又轮到我头上了 肯定是我们呀 我们的内心如此不自由 痛苦必然会降临到我们头上 没有修行的人 因为不相信轮回因果 以为死了就可以一了百了 所以往往会走上极端的路 修行人却可以通过佛陀的教育 知道轮回的本性 继而勇敢面对痛苦 并升起强烈的出离心 这就是我们最终要达到的结果 二被痛转化为归一 由于亲身经历了巨大的痛苦 所以能真切地体会到轮回就是痛苦的聚集地 无论在有钱有地位 都不能避免痛苦 比如说 在一个和睦的家庭中 夫妻兄弟姐妹非常好 大家都希望能这样一辈子在一起 相亲相爱其乐融融 但总有一天 其中的某个人会去世 如果没有心理准备 家人就会感受巨大的痛苦 金钱 民生等所有的东西都是一样 越是有执着 越会给我们带来痛苦 只要流转轮回 痛苦就无法解决 唯一能解决痛苦的 不是其他护主或医处 既不是科学家 哲学家 也不是父母 朋友 同学 同事 而是佛法僧三宝 依靠佛陀与僧众 按照佛的指导去修行佛法 才能断除烦恼与执着 放下执着之后 世上所有的痛苦 都能在当下一瞬间彻底断除 但很多人的想法恰恰与之相反 遇到痛苦的时候 第一反应不是设法控制自己的心 放下执着 而是千方百计想创造一个外在的条件 来让自己不痛苦 这是凡夫无始以来的一贯做法 但我们却一次又一次的失败了 从来没有成功过 所以至今都是凡夫 没有断除烦恼得到解脱 如今依靠过去的福报 让我们有机会得到一个人生 我们一定要利用此人生脱离轮回 其首要条件 就是贵一三宝 在深身体会到佛法僧的伟大和能力之后 就会虔诚急切地希望皈依 没痛没病的时候 虽然也知道医生和药物的作用 但感受却不是那么真切与强烈 只有自己生病的时候 才能深身体会到医生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皈依也是一样 因为已经亲身感受到痛苦的逼迫 所以想逃离的意念 要比平时修皈依的疾破感强得多 这样就能把被痛转化为皈依的因缘 并修出发自内心的皈依感 这样一来 悲痛不但不是违缘 反而成为修行道路上前进的动力了 若能想通这些道理 就能适当控制自己的执着 执着降低一点 痛苦也将随之而减弱 痛苦减少了 修行也会有进步 这样就有了双重的利益 三消除傲慢心 平时如果有点钱财权力才华 学问或其他值得夸耀的东西 就会非常傲慢 自以为了不起 是上层人物 社会精英 有些佛教徒因为没有好好修行 稍微纹丝了一点佛教理论 或手持了某些清净戒律 就会有高人一等的感觉 当痛苦来临的时候 一切都崩溃了 那时就能深深体会到 虽然修了这么长时间 但遇到这么小小的痛苦 我都承受不了 可见自己的修行是多么的差劲 我有什么值得骄傲的 这样一来 不但傲慢心自然而然荡然无存 而且以后也会加倍努力的纹丝修 如果没有亲历难以堪忍的痛苦 仅靠观想式的修行 是很难达到这个效果的 所以我们要对痛苦充满欢喜心 通过痛苦的魔力让自己的内心真正坚强起来 从此以后 再大的痛苦和违缘都不怕 任何困难都不但不会阻碍我们的修行 反而会让我们的修行有长足的进步 四清净罪业 遇到巨大痛苦时 相信因果轮回的人就会去思索 虽然我这辈子没有做错过什么错事 但痛苦不可能无音无缘地从天而降 每个痛苦都有一些客观和主观的因素 因为我过去造了罪 现在才会承受这个果报 仅仅这么小的一点痛苦 都把我折腾得这么厉害 如果有一天更严重的罪业果报成熟了 我将如何面对 如果现在仍不悔改 继续造罪 以后还将承受更大且无穷无尽的果报 这样的性循环下去 将永远无法摆脱轮回 就像生病必须清除病根一样 如果不要有痛苦 就必须清净过去所造的杀 盗 盈 忘等罪业 清净罪业的方法有两种 一是在未受果报之前忏悔罪过 从而消除业障 以后不再承受果报 二是接受罪业成熟后的果报 从而消除往昔所迁了业报 痛苦在无形中告诉我们 面对痛苦本身 就是偿还果报 就像粮食成熟的时候 它的种子也不存在了一样 感受痛苦以后 很多罪业也随之而清净了 承受就是消业 幸亏自己的业没有成熟在地狱 个鬼出生道中 而是成熟在人间 这应该是好事 我应该为此而高兴 若我懂得取舍 就可以利用这个痛苦 做很多对今生来是有帮助的事情 而且能让我意识到清净罪业是多么的重要 之后会全力以赴的以四对之力修金刚萨舵 把悲痛转化为解脱的顺源 另外还应该想到 这个罪业的果报是如此的残忍和难受 虽然给我带来了一些好东西 但我还是不希望这样的痛苦重演 那所有的众生也不会希望这样的痛苦降临 我们还应该为救托众生的苦难而发菩提心 养兵先日 用兵一时 长期的文思修 就是为了面临生老病死等痛苦 虽然学习英明 中观等五部大论很好 我们非常赞叹 但这些理论对现实生活的支撑力究竟有多大 我们需要思考一下 如果没有正悟空性 这些都无法发挥作用 遇到痛苦的时候 即使理论学得再好 也一样会手忙脚乱不知所措 修行生活都会乱套 而此处介绍的方法 却是很基础的修法 对实际生活非常实用 随时随地都可以学以致用 希望我们遇到痛苦的时候 都能及时采用这种方法 这样就能无所畏惧地面对困难了 修的时候 专修一种 还是每种都修 可以自己安排 怎么修都可以 但在一做当中 最好只修一个法 五痛苦转化为行善的动力 在承受痛苦的时候 我们也可以转念一下 好在自己还是在承受人间的痛苦 如果真有一天 自己必须面对地狱 饿鬼道 旁生道的痛苦了 那又该如何应付呢 所以我应该为眼前的痛苦而庆幸 想不接受痛苦 就一定要积累福的 制造不痛苦的因 那就是行善 这是因果的自然规律 虽然平时我们也懂得这些道理 但在面临痛苦的沉重打击之后 才能深深体会到事件轮回 并不是像我们想象的那么完美 幸福 而是苦难重重 这样就能把痛苦转为行善的动力 本来学佛的人在行善 断恶方面就比较精进 通过体验痛苦 就会更加努力地精进修行 又痛苦转化为慈悲心 大乘佛法的灵魂 是菩提心 菩提心的基础 是慈悲心 没有慈悲心 就不可能有菩提心 什么东西能让我们不由自主地产生慈悲心呢 那就是痛苦 当深身体会到轮回众生都会面临巨大痛苦 自己哪怕在痛苦 还听过一些佛法 懂得一些佛教道理 知道所有的痛苦都是自作自受 是过去罪业造成的因 可以用因果道理来安慰自己 但其他众生却不懂这些道理 所以就会仇恨满腹 怨恨不休 同时更是痛苦不堪 更没有自由回避和逃避痛苦 这时 我们就很容易产生同情心和慈悲心 诚心诚意地希望所有众生远离痛苦 愿意将自己的幸福与他重的痛苦相交换 就叫做慈悲心 此时最重要的 就是修悲心 在修悲心的过程中 会有两种结果和利益 第一 在修慈悲心的过程中 因为懂得了这些道理 所以能减轻我们的痛苦 第二 通过面对痛苦而产生大悲心 在面临痛苦时 也能应对自如了 从很多人目前的现状来看 我们最急于要学的 既不是大圆满或其他密宗大法 也不是中观和一鸣等高深理论 而是如何处理现实生活中的一些问题 病痛 衰老工作不顺利 家庭不和谐等等 这些修法平时要认真对待 如果平时不修 遇到痛苦的时候 临时抱佛脚 就不会有任何效果了 七 痛苦转为利他心 痛苦的根源 是自己从无始以来直到现在都有的爱我值 在任何问题上 首先把自己的事情作为头等大事 一切为自己考虑为自己的幸福 去破坏他人的幸福 为自己的健康 去毁坏他人的健康乃至生命 丝毫没有利益众生和爱护众生的心 为了这个爱我值 造了庆竹难输的罪业 如今感受的痛苦 只是无数果报汪洋之一滴 但对我的打击都如此沉重 让我伤痕累累无力直面 我们清楚 所有痛苦的来源 就是爱我值 因为有了爱我值 就一定会造业 会为了自己的种种利益去杀到淫妄 之后必将面临成熟的果报 承受果报之际 又不懂的一切都是作茧自负 自作自受 而将一切都怪罪于他人 继而产生无法各自的仇恨 并因仇恨而继续造业 这样恶性循环的结果 就是永无休止的苦难轮回 如果不想再感受痛苦 就不能再像以前那样有爱我值 一直都为自己算计 不替他重着想 从此以后我要无私利他 关爱 酷持一切众生 入行论中有自他相患和自清他重的修法 大家一定要修 其中首先讲的道理就是 遇到痛苦时 要去寻找痛苦的根源 其中会有客观因素 但他不是制造痛苦的根本因缘 而只是一个助缘 最根本的原因 还是自己制造的罪业 凡夫都有贪心 加上过去的因 罪业就会成熟 所谓贪心 就是爱我值 它就像种庄稼的肥料 能促使罪业果报的成熟 而阿罗汉那样的成就者 虽然也有业的习气或种子 没有完全清净 但因为阿罗汉断除了贪心 所以这些也不会让他流转轮回 我们常说要发菩提心 要自他相患 但真正遇到问题的时候 都是事事处处为自己打算 所以生生事事都很倒霉 很受挫 这一切的根源 就是爱我值 尽管凡夫不可能一下子就断除爱我值 但通过菩提心的修法 就能逐步减少爱我值 以后不管遇到巨大或轻微的痛苦 都应观修自他相患 将呼吸作为载体 护气的时候 把自身过去 现在未来所造的所有善根 再加上目前肉体 与精神上的所有幸福和快乐 都通过护出去的气 分享给天下所有的众生 然后观想所有众生 都得到了自己所有的幸福 吸气的时候 将众生所有精神 与肉体上的痛苦 都变成黑色的气体 吸到自己的体内 并融入到筑扎在心脏内部的爱我值上面 并将害我值彻底摧毁 所有众生的痛苦 都由自己一人承担 让所有众生都远离痛苦 最后再修无我 这是一个普通的自他相患修法 另外 每次受到痛苦的时候 都要诚心实意地发愿 愿意我这次的痛苦 能代替所有众生的痛苦 希望世界上再没有第二个人 感受这种痛苦 能够毫无造作的发愿最好 实在做不到 则即时是造作的也非常有功的 许多福经理讲过 这个修法的功德是无量的 以后遇到痛苦的时候 都要这样发自内心去观修 这样痛苦就可以变成修法的助缘 我们也不会像以前那样排斥痛苦了 因为有了痛苦 才可以代替所有众生的痛苦 才有资格去发心发愿 虽然自己承受痛苦还是难以忍受 但如果能成为修行的助缘 我们就会甘愿去承受 经过长期的修行 就会养成习惯 即使是在晚上做梦的时候 都会这样去观修 在这种情况下感受痛苦 都是值得的 无时以来 我们承受过无数次痛苦 却从来没有通过这个痛苦 减少众生的痛苦 或积累过什么资量 没有发过菩提心 只是白白的承受痛苦而已 现在通过这个痛苦 可以对众生发菩提心 还可以自他相患 这是多么值得清醒啊 以上七个修法 都是简便一行且见效快捷的重要修法 不但要打坐去修 还应兼以平时的训练 任何一个修法 都应持之以恒 并兼守先一后难的次第 先从比较小的轻微痛苦入手 经过天长日久的积累 才有可能把一个巨大的痛苦转为道用 若能按此原则长期坚持修下去 效果会非常明显 遇到痛苦的时候 就能显示出强劲的力量 修法的目的 不能太自私 如果仅仅只在遇到痛苦的时候 为了减轻自己的痛苦而去修这些法 也会有一些作用 但意义不是很大 因为这是出于自私心 并不是为了真正发菩提心 慈悲心而修 出作以后 应该回向祈祷上师三宝 让我能顺利成功的面对这次痛苦 并将痛苦转化为处离心 菩提心 慈悲心等等 很多佛教徒天天念护法 希望自己一切顺利 就是因为我们内心非常脆弱 不敢面对任何痛苦 当修法比较成功 内心不再脆弱的时候 还可以祈祷上师三宝次给自己痛苦压力和不顺 请护法神给自己制造一些违缘 以强化自己的心力 提高修行的境界 以上内容 是出作以后的修法 也即是俗地当中的修法 很多人以为 烧香拜佛或捐钱做慈善就是佛法融入生活 其实这些只是佛法融入生活的一部分 而且是最肤浅最表面的一部分 真正的佛法融入生活 就是修皈依 出离心 慈悲心 菩提心与空性剑等等 现实生活中遇到问题的时候 通过这些方法 就能轻而易举地解决 二胜一滴的方法 只有在正悟空性以后 才能真正以生异地的方法对治痛苦 正悟空性的人 能深深体会到 现实生活就像一场梦 在梦里梦到父母或亲人死亡 悲痛欲绝生不如死之际 若能突然从梦中醒来 则不需要任何对治与安慰 痛苦一下子就消失无踪了 如果不知道自己生活在梦中 或理论上知道 却没有亲身的感受 痛苦就不是那么容易化解 但在尚未正悟空性的时候 也可以适当地训练 观修通过中观的推理方式 把给自己制造痛苦的外境 或者感受痛苦的内心断定为空性 更重要的是要知道 痛苦和幸福本身 只是内心的一种感受 是精神的一种表现 并不仅仅是敌人 灾难等外境造成的 外界的山和大地 日月星辰等物质都没有痛苦 痛苦存在于我们的内心当中 如果没有感受 痛苦也没有立足之地 因而也就不可能成立 一切都如梦如幻 都是新的一种现象而已 有智慧的人 是往内追求幸福 寻找痛苦的根源 他们知道外界物质只是临时的助缘 幸福和痛苦的种子源起 在自己的内心当中 因为方向正确 所以最终彻底断除了痛苦 得到了绝对的幸福与自由解脱 而繁复却会往外寻找根源 因为寻找的方向错了 所以永远无法了断痛苦 于是世世代代都是与失败而告终 这就是凡夫和圣者的差别 不是仅仅通过逻辑或者理论来推断 说服自己 而是让心静下来 用闭关入座的方式去观察自心 心里不要有任何杂念 不追究过去 也不迎接未来 本来过去的心已经消失不复存在 未来的心尚未诞生 如果有一颗心 那只会是当下一瞬间的心 那我去看看它是否存在呢 如果之前的家行修得好 就能在观察的同时一下子明白 当下的心就是光明空性 失幻的痛苦表象背后的本来面目 也像定谢宝动论中所讲的一样 像藏地高原清澈纯净的虚空 一切都是空性 阿底侠尊哲在《中观论注》里面也讲过 心的本性 就像秋天的天空 秋天的虚空 是如此的碧蓝通彻 一无所有 在这一瞬间 所谓的痛苦早已化为烟云 荡然无存且无影无踪了 本身证悟是非常容易的 可惜我们没有修加行 没有出离心 菩提心 没有积累资良 忏悔罪业 所以静下来就是昏沉 昏眷 证悟境界不稳固的人 在没有寻找新的本性的时候 又会回到世俗当中 内心的烦躁与痛苦又会产生 就这样在梦幻与现实 圣意地和世俗地当中穿越 直到境界稳固为止 如果你迫切希望能尽快进入这种状态 让所有痛苦一下子消失 就要好好修加行 妄图不修加行 而通过其他方式直接进入这种状态 是永远不可能的 所有修法最后的结果 就是把痛苦转化为修行的助缘 顺缘与力量 如果达到这个标准 就是修好了菩提心和出离心 很惭愧 我也没达到这个标准 但没关系 我们可以一起修行 一起成长 没有一个凡夫 是一开始就达到标准的 也没有一个人永远达不到这个标准 一切都取决于自己的努力 本来凡夫在一起 相互间肯定会发生一些摩擦 从而引起大大小小的痛苦 除了福菩萨以外 连阿罗汉都做不到 永远只给他种带来幸福 而不制造痛苦 凡夫就更不用说了 痛苦虽然会让人难受 但如果懂得窍诀和方法 就能使我们的修行有收获 有进步 能让我们的心灵有所提升 并且充满欢喜 当欢喜新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 若提升的病痛也能被压制 覆盖 变得不再明显 心胸也更为宽广坦荡 面对痛苦不会过分计较 与人相处也更加愉快 所以我们应该以包容甚至欢迎的态度来接受痛苦 就像针灸治疗 虽然病患者要承受针刺的苦楚 但大家仍然愿意花钱去买这种痛苦 因为我们知道 痛苦可以换来健康 同样 我们现在的痛苦 不需要花钱去买 通过直面痛苦 转化痛苦 就能给我们带来精神上的健康 幸福 甚至解脱 但缺买智慧与勇气的人通常会害怕和逃避痛苦 一辈子的努力奋斗 就是为了逃避今生的痛苦 而没有想到来世的解脱 原因都是不了解痛苦的本质与作用 是内心脆弱的表现 这样的结果 只会让心胸越来越狭窄 他自己以后生活出问题 家庭出问题 老的时候出问题 因为愚痴与恐惧 就会不由自主地拼命造业 通过上述的修行 就能断除这样的思维方式 从此勇敢地面对痛苦 与人相处心胸也会更加宽广 生活处处充满了愉快的氛围 虽然用大圆满的方法去面对痛苦是最有效的 但前面讲的圣医地方法 也集中观的逻辑思维推理 特别是中观的修行体会 有时候与大圆满也没有太大区别 但高深的理论与修法 我们暂时也不见得用得上 对很多人来说 这个修法简单又具体 所以比大圆满 升起次第 圆满次第都重要 佛经中所说的末法时代 就是指现代社会 在末法时代 人必须要这样修法才能前进 即使理论再好 政治正见再高 遇到痛苦和压力的时候 我们也没办法前进 因为我们修行的能力很弱小 若能应用这些窍诀 就能借助痛苦为原的力量往前走 这样连痛苦都可以转化为动力了 大家要重视这个修法 要如理如法地去修 通过这些方法 就能让痛苦既不会折磨自己太久 也不会成为修行退失的为原 修行退失的为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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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没关系不见嚷 28345米 四十五 四十八 六十八